中華Os twelve美語 五三atters 在視訊時聽聲音很誇張 一踏下去一聲 hington 2000 Force 大概 直拍攝猜傳達阿曼 並充滿消耗 傳統豪宅區鶴文田 窩打路道和街逛街交界 大約530呎的單位 位於128W 業主一年多前買入 車價是3萬元 車價是3萬元 Candy的單位 入屋最搶眼的是 這幅這麼大的露台拖門 我剛剛試過開 開的時候很困難很重 用的時候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呢 剛才我都試過是比較重 而且它沒有一個山窗的設計 如果你要一個自然的通風 就必須要拉開這個燙門 但其實它這個門的設計 其實它在傢俬擺位 其實它也是有一個優點 首先因為這個燙門 其實它是兩邊都可以開的 廳其實它兩邊的牆 都已經有天線和電製的設計 所以你的梳化 無論是放在哪一邊 或者是電視牆放在哪一邊 其實都可以做得到 物業由內房羅蒙國際 和本地建築商進和發展 天花沒有太多橫梁震位 連冷氣機都是小見的內藏式 原來在廳和房間 它用了一些白葉 鋁白葉來遮蓋它 其實在美觀上是挺好的 但如果是因為冷氣 你也知道有時候要清潔隔層網 或者要做日常的保養維修 這樣變得有點不便 廚房是開放式 L型工作台面都頗實用 但可惜只有一個單頭的電磁爐 來去水一切正常 打開櫥櫃有一幅遮掃板 用來修飾水債去水後等 無疑是美觀一些 但影響了裡面的空間 因為是裡面闊 但外面這裡窄了 有很多東西是難放進去的 當然你可以拿開一塊板子 進去 煩氣一點點 這塊板其實是靠一塊瓷片 攝住 就這樣可以拉開去的 但這裡有個粒東西 就是這個瓷石劑 根本還沒裝好 它只有一粒螺絲收了 單位屬於兩房半 主人房八十幾尺偏向長形 地板多處貼上了黃紫仔 比較出現嚴重點 就是在地板上 也不是說很鬆的 但它總會每一個地方 譬如廳或者房裡面 總有兩三大鬆 好像這裡 這個位置其實已經比較鬆得明顯 輕輕踩下去 你看到腳線底的膠離開了 兩間房和廳都是向北 細房的窗用了底部推出的千秋槍 推出的時候發出怪聲 有些刮到膠邊的聲音 是不是本身窗的膠邊刮到呢 我們先看看 這裡窗框膠邊齊 其實窗的膠邊 它在這裡 它都不會碰到一個框的 為什麼會有聲音呢 因為外面這裡 其實還多了一條 就是用來覆住外框邊 其實沒有那條都可以 因為這裡已經八條膠邊 它再加了這個 因為外面那條它凸這麼多出來 它就會掃到框 另一間儲物室面積不大 但是樓底高 因為要遷就冷氣喉管 大部分位置都做了假天花隱藏 這一間儲物室 其實它只有十幾二十尺 如果這個門關上之後 你開了冷氣 我相信這個空間 是溫度非常低 另外就是這個冷氣 其實它裝上一個凹位 你見它其實它上面 和對面的腹長 其實距離只有兩至三尺 現在這個冷氣 長期出風吹著它對面的腹長 我相信在這麼冷的空間 如果有少許濕氣的話 很容易對面的腹長就會發霧 油漆就會剝露 建議日後縮短開冷氣的時間 或者在冷氣機安裝一些擋板 分散吹出的冷風